记者曾建明、吴仁杰新北报道,新北市板桥区日前发生杀人分尸案,27岁黄姓台大高材生遭男友恳心杀害分尸,而行凶的28岁朱姓男友也因为罪自杀身亡,案件虽已侦破,但整起事件仍有朱多疑点仍待理清,今日黄副首都出面受访,除了感谢社会大众关切与帮忙外, 还暗批住性凶贤的双亲袒护其儿,陈统指责,两个人帮助恶魔,黄副受访时表示,女儿不是个坚强的女生,但她为了不让家人担心,过去这段时间选择独自面对,没想到碰到的是这种恶魔,再加上有两个人暗中在帮助恶魔,才让侦办方向与速度缓慢,话中暗置朱男的双亲疑似袒护儿子, 知情不报,才让案件那么晚才曝光,黄副也说,因案件仍有朱多疑点仍需厘清,爱女遗体仍未发还,很感谢葬仪社帮忙架设灵堂,客公所有认识爱女的亲友一同到场追思,未来会继续与儿子挺住,一同寻找真相,还女儿一个公道,要让她的天使快快乐了,飘飘亮亮的回到天堂去。